是在今天新增了一例本土确诊个案 它就是之前台北市松山区 确诊Alpha病毒株的国中生的外婆 由于这个确诊国中生的妈妈 常常到新北市板桥的外婆家玩 那么因此这个国中生确诊之后 她的外婆也被匡列了 居家隔离裁剪之后确诊 新听值37.46 新北市研判这是一起加护感染 不过国中生的妹妹 她裁剪是呈现阴性的 另外在台北市也传出了 有一名素食店的员工确诊 餐厅也已经紧急的进行消毒 新北市13号新增疫期本土病例 跟台北市先前确诊的松山区国中生有关联 这个个案是跟我们的幼儿园染疫事件是无关的 这是台北市母国中的学生确诊以后 匡列家庭里面的长辈们才验出来 原来台北市这名国中生确诊英国变种病毒 她的国小妹妹筛检后适应性 国中生跟妈妈常常到新北半桥的外婆家玩 因此60多岁的外婆夜被匡列 居家隔离裁剪后确诊CT值37.46 新北市研判这是一起加护群聚 至于台北市12号也有素食店员工确诊 业者赶紧停业三天做消毒 因为确诊的这名20多岁的女性家住万华区 平常就在中山区的这间素食店工作 目前感染源不明 因此附近的民众心感染 民众接到简讯写着因为和确诊者足迹相同 如果有发烧等症状 等要尽速裁剪通报卫生局 北市府寄出共649笔的简讯 而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推测 或许在社区中还有些残阳个案还没有被找出来 流采的部分大部分都是阴性 目前还没有特别接到任何民众说 他是接到简讯来裁剪的 此外台北市大同区某高中12号晚间紧急消毒 因为传出有学生是素食店员工的接触者 这个是他的弟不是儿子 目前他没有办法确认说 他跟Delta病毒有直接的关联 所以我们按照第一圈先圈居格者 面对疫情各地县市政府不敢马虎 就怕病毒再扩散 记者中文报道